你知道齊何想瞭解香港經濟會幹啥知道不? 今天共產黨我現在讓你們知道知道 我延遲十五分鐘啊 十二點十五走 我剛才給他說了 香港最大的情報平臺就是港交所 上海最大平臺之一 那就是上交所 我給今天告訴你共產黨的老咱們 你上交所動什麼數據 港交的都會啼 真知百知的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去找找去 你找不出來 你還找不出來 這就是郭文貴牛叉的地方 這是什麼 跟你共產黨學的 我知道什麼最好的情報 沒有一手情報再重要的 而這一手情報中間不能被加工 那就是要在我的控制範圍 而我不能聽你說 我把公平派到上交所去 我不能等你公平回來告訴我說 七哥他改了三次在那 多少數據 這話我不會聽你的 我把文貴派到港交所我也不會這麼幹 我會讓你有能力 你不用說話 你就是自動的 無改變的交給我 這就是七哥的本事 所以我可以今天在直播面前說 共產黨你們幹啥 你習近平在哪 我都清楚 你不信 你就試試看 只要你行動 只要你喘氣 我就知道你在哪兒 只要你上汽車 只要你移動 你能躲得過嗎? 你能躲得過嗎? 除非你到火球上去 所以香港還有港交所的所有經濟單都知道 七哥不玩是投機的 要玩這個沒他們活的那個路 記住 七哥在國內擁有的股票是目前中國唯一的跌幅最少的 或者是最強的股票 我們家族的 我要想讓它漲上去都能漲上去 現在我可以給你直播的事 如果是開盤時間 我告訴你 我說共平你看著 我讓它漲的 我漲多少點 差0.01 七哥叫你把我滅了 那太簡單 就拿手機發個信息不就是嗎? 但是七哥不這麼做 是因為我們不要觸犯法律 如果需要滅共 需要正義 維護人民的利益 不犯法 我想七哥是有能力做的 所以說 你們問我這個話題 三票先生 泰山先生 太不了解爆料革命 你們太不了解七哥 就這幾天講七哥的 講爆料革命 就沒有任何人能說到一個點子上的 看人說事 看照片說事 看感覺說事 沒有人看到本質 就會給你一點點子 看照片說事 你會給你一點點子上的 看照片說事 看照片說事